今天你又拿什麼出來呢 今天拿大媽的照片 都是大老爺 有一副我之前介紹過的 就是超級瑪利歐兄弟 他出了一副紀念牌 那個膠盒又是漂亮的 剛才的膠盒更漂亮 這個是不同的 這個是有一個鎖的 是啊 還有我有時候真的挺福任天堂 他有說明書 他有說明書 你知道的 應該是任天堂是做牌起家的 是啊 任天堂第一份他們賺錢的東西 不是瑪利歐兄弟的 他第一份賺錢是做花札的 是做那些白人一手拍的牌 花札最近畫那套連載動畫 都挺受得的 香港有報 這個說明書是教你打7Bitch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我們很久之前介紹過 我最近被我撿到一副 就是這副的升級版 這副已經漂亮得嘔吐了 竟然 這副1050日圓 這副就是 Premier Mario Trump 2012年 Official Club Nintendo Collection 等一下 多少錢 五個位 這副不用 1日圓 要 這副我還未開 後面印著任天堂 好像 這副我沒有入到會 我在炒家身上買回來 這副很漂亮 這副是紙的 這副呢 你看看 防水的 對 防水的 和它一樣有說明書 還有 哪有漂亮得這麼淒涼 你看看這塊膠 你看看這塊膠 它都硬硬的 另外這裏 透明 擺明是出來被你儲 粉絲 你看看 但我覺得 整件像爆肌畫面 這副都是 這副我 因為你上來所以才開 因為這副是 Luigi 公主 馬里奧 就是 即雷和王 這裏其實 也是跟著煙的 然後 即雷和王 我想這都是防水的 對 防水 還有它是膠 但是這個膠 由於它這樣印 它用去洗 銀色會脫 我覺得它厲害在哪裡 它竟然 譬如它這些 它可以做不同的Luigi的樣子 不同的公主的樣子 和瑪利歐不同的造型 這是很細心的做法 就算和一個比較 紅色蘑菇、綠色蘑菇 接著是花花 如果你有打開機 就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它真的能夠做出不同的造型 另外有些銀牌 所以我覺得這幅牌相當不足 最後給大家看 兩日捉卡 兩日捉卡是恐龍 再加上後面 這裏相當金額 難怪五個位 這幅是貴的 製作成本太高昂 但這幅不可以玩 真的拿來吵 我最後問 因為都是日文片 差點不拿上來 但有一句 我覺得作為一個收藏家 我很想知道這句是為什麼 這句是Premium Maru Trom 惡邪 因為這是卡特根 即是英文變成日文字後 會這樣讀 其實是照讀的 而且我覺得它作為一個套 它竟然用金色七柚 你做印刷就知道 這些細胃是很日本人的 這個Pantone很難出 是的 很難出 但它又不是真的燙金 是的 所以都厲害 所以上次看過這集的朋友 今天看這副牌 應該很深刻感受 幾個月 在一陣子上 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 也沒有 有些人的